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12月30日 星期四 何韻詩 吳凱儀 方韻生 在15時23分已經獲准保釋 但現在已經沒有立場的同事和平安的同事 作出職場的報道 我在這裡告訴大家 他們是給保釋的 吳凱儀 方韻生和何韻詩 希望他們平安 開始今天的新聞 立場的網站和媒體已經全部關燈了 立場昨天晚上11時 一同關燈 輸入網址之後 立場的網站頁面看不到新聞 只剩下黑底白字的停運告示 Facebook找不到立場 立場的Instagram都轉為私人的帳戶 Twitter都找不到這個帳戶 他的結果是為此帳戶不存在 而YouTube呢 就是這個頻道沒有任何影片 立場就表示 已經是昨晚的11點 以除了網站和社交媒體的所有內容 林鄭今天就被問到 她是不是整頓這些反對派的媒體 她就說 純粹只是執法工作 和新聞媒體的立場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她重新 林鄭 沒有針對帶有某些立場的媒體 她強調沒有人可以凌駕法律 即使立法人 即使立法人員都要守法 反問 她敢問我們 為何有些自稱第四權的新聞人員可以凌駕法律呢 我想問你 林鄭哪個說 哪個新聞人員說可以凌駕法律呢 就是他們不會做錯事 不會涉嫌違法的 林鄭這樣說 我完全不知道 立場的同事是 怎樣凌駕法律 他們是用過什麼 講過什麼是凌駕法律 立場的多篇專訪 報導和博客文章被指具有煽動性 國安昨天抓了7個 傳媒報導流亡人士 是否已經構成犯法呢 資深大律師 現在排名第十一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 今天在港台的節目就表示 若報導意圖是宣揚逃犯的犯罪意圖 即使掩飾犯罪行為 她相信法庭都能夠看穿掩飾 她又指若媒體不認同該人理念 不辱犯法可選擇不訪問 刪減或避免覆述訊息 這就是我們十一哥的講解 另外根據了解立場的創辦人 蔡東豪已經去了澳洲 警方現在正在通緝 我呼籲警方可以拉大隊 澳洲拘捕蔡東豪 是否叫Tony Troy 好似叫 所以拘捕她 另外不可以亦都說 大家繼續互相關心很緊要 她補了出來之後 她在中區警署補了出來 她簡短感感謝各界 她只是說 我暫時不能說太多 在這個時候 大家繼續互相關心很緊要 我們台灣那邊都有聲門立場的事件 針對立場的拘捕行動 包括香港邊城青年 台灣香港協會等多個團體 在今天上午前往 中國銀行在台灣的分行 就高喊這個 報導真相 不是犯罪口號 聲門立場 和媒體工作者 就是我 出席活動的人士 呼籲台灣政府 快速通過這個港澳條例 香港民主人權條款等相關修例 研究開放有遭政治打壓的 香港媒體工作者 來到台灣緊急站備的措施 如果開了我立即過來 台灣香港協會的理事長桑普表示 桑普是香港過了 是傑斯的老友 煽動可物罪原本在彭定開年代 曾經加上限於煽動暴力 擾亂公共秩序 公共騷亂等行為 但香港回歸後卻未公佈這個版本 反而在今天才用舊款的條文以言入罪 如果依據這個條文的規定 即使持有煽動性罕物 不問目的 都可以判處一年的有期徒刑 而且只要踏上香港的土地 不分香港人或者他國人士 通通適用 是桑普說的不是我說的 好 這樣說說立場星哥陳朗星他是記協主席 他今天上了商台做訪問 他談及感受的時候一度是耿煙的 他說雖然預了這件事 即是立場這件事會發生 但是他說明知苦茶苦 喝下去那一刻不會因為你知道而去感受減少 他慨嘆昨天忽然失去記者的身份 不用擔心採訪的工作 反而要組織同時去到法庭排隊等公眾席 到警署送飯 他可能體會到早前蘋果漢家的痛苦 他體會到蘋果漢家的痛苦 當主持問到怎樣形容這種苦的時候 陳朗星開始更加 提到警方昨天質疑立場為何有大筆資金 其實大家都知道甚麼事 過去兩年無數的夜晚 我和同事在香港的街頭 和香港人一起面對 我們走得比別人多 走得比別人多 不斷做幾個小時的直播 市民看完之後覺得我們值得支持 所以支持我們 我們不敢說我們幫到甚麼 這個是我和同事在街頭做的直播 做好我們的工作 這樣才是這樣得到的 但是昨天說到我們好像有甚麼歐檔 我覺得很不公道 至於被問到警方質疑立場 開始英國分析的原因 我問陳朗星說公司沒有授權他回答任何問題 同事也都決定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大家想像到當你要發展的時候 香港人去了英國是否不管呢 他的意思大約就是香港人去了英國 那麼多大部分香港人去了英國 或者是小部分 在英國開過分社有甚麼問題呢 警方昨天去了陳朗星的沙田和大埔的手屋 陳朗星就說警方沒有向他展示協助調查 還是抓他 他也沒有落口供 他又提到如果三個月後依然找不到工作 記者記協的會籍將會生效 他將不能夠繼續出任記協的主席一籍 好 要講一下方韻生了 為甚麼呢 因為他和林鄭是同窗 現在63歲的方韻生出身名門望族 父親是康復之父 以故著名骨科醫科 方心讓著視 他爸爸是方心讓著視 唐家姐是前政務司長陳科安生 方韻生曾經在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擔任這個委員 也曾經出任監禁會的委員附伴 委員會的籌備小組成員等公職 有政界人士就表示不少人對方韻生被捕感到震撼 探聽他能不能夠給保釋 我現在告訴大家方韻生是給保釋的 畢業在香港大學的方韻生 在80年代曾經是會點成員 即是民主黨 曾經加入紅十字會 社聯等組織 去到2013年退休 甚少評論時政 去到19年反修例風波期間 方韻生曾經聯同其他前監警會成員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 警民衝突的誠因和經過 即是他們自己成立了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方韻生和林鄭是同窗 他們都是香港大學社工系的同班同學 是一班的 不過林鄭讀完第一年就轉修經濟 而方韻生就在社工系畢業之後 投身社工的工作 兩個人在工作上有多番合作 林鄭在2000年的時候出任社會福利署處長 方韻生在2001年出任社聯總裁 而2012年方韻生獲到梁振英邀請做扶貧委員會的會員 而林鄭在2012年出任政務司司長 有份籌備扶貧委員會的 林鄭今天被問到 問到這個 她和方韻生共事的事情 是否認對方是一個煽動憎恨政府的人 有記者同時問林鄭是否否認對付 問林鄭是否方韻生是一個不會爭恨政府的人 林鄭是沒有正面回應的 她只是強調言論自由不是絕對 她這樣說 我也不會在某一個拘捕事件上 被捕或者涉案的人士犯法事件 我對她有什麼看法呢 你覺得你這個問題合不合適呢 林鄭我覺得很合適 方韻生何韻思等人 今年中已經辭任立場的董事 政界關注他們被捕的原因 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昨天就說 被捕的人士對機構的編採和公司的策略 是擔任很重要的角色 方韻生現在被捕認識了 今天先講到這裡 因為殺人放火今天都被立場搞定了 我做了一個爆料節目的 保護兒童會的前員工 跟我們爆了一些資料 我是說了在另一條節目 另外我之後會做馬經的 是我做的我自己做 我邀請了成報一個前的主筆 或是這麼說 他會跟我一起合作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Patreon支持 多謝你們 我都耿煙了 今天不好意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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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